中国拥有2843个县级行政区 它们犹如繁星一般 散落在足过960万平方公里 陆地半途的每个角落 其中一颗最大的新城 就是位于中国新疆 全国第一大的县级行政区 若枪县 也许很多人不曾听说过若枪 但楼兰古国与罗布泊 亦一定有所耳闻 若枪县就是同时囊括 这两处神秘净土的县级行政区 然而也许这两处文明侠儿的地方 有着太过矜持的神秘传闻 这使得人们常常忽略了 若枪这片土地的另一个特点 那就是全国面积第一大的县级行政区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若枪县的大 事实上作为我国的第三级行政区 若枪县的版图却开合出 东西最大跨度610公里 南北最大跨度580公里 浮沿面积超过20万平方公里的 辽阔地域 也许冰冷的数字还无法记起你心中的波澜 那么我们给它加上对比 也许将会颠覆许多人 对于这个位居大西北的县级行任区的认知 它总共20.23万平方公里的面积 不仅超越了我国2842个县 排名第一 并且即便是与市州级辖区的面积相比 都已经难觅对手 因为它的面积就已经足以利亚我国23个省级行政区的面积 这其中就包括大家熟悉的广东 荷兰 湖北 山东 等等省份 甚至它的面积还几乎相当于浙江与江苏梁省的面积之和 如果我们将它放到国际舞台上 若强县的面积则相当于两个韩国 4.8个瑞士 几乎与英国本岛 大不列颠倒的面积相当 而它在世界各国领土面积排名中 甚至足以超过一半以上的国家 但是对于若强来说 横向对比的大很远不是它的极限 即便是纵向来看 大依然渗透它所在的这片土地的每个基因当中 于是就连它下小的一个镇 也是全国面积最大的镇 罗布泊镇是总面积超过五万平方公里的小镇 足够大的面积 让它同时囊括了罗布泊与楼兰古城两大神秘遗迹 并且它还可以同时容纳三个北京 八个上海 二十五个深圳的面积 对于一个小镇来说 这足以看似一片广袤的超乎想象的土地 而它的辽阔 也就在若强这片土地上 正式拉开了大的序幕 于是中国最大的乡 最大的沙漠 以及中国最大的干涸湖泊 都在这片土地上悉数登场 甚至连管理它的州 也是全国最大的州 州府所隶属的区 也是全国最大的自治区 至此 当我们打开若强这片神奇的土地时 我们将看到的是 各种有关于面积的大 都同时汇聚在这片土地 随后 它们又共同组合出一片辽阔 而又精彩的版图 于是 在这足够大的空间中 若强装下了一片堪称伟大的山系 有着万山之组之称的昆仑山脉 协同另一条几乎与它同向而行的阿尔金山脉 一同穿过若强版图的中部 在它的腰间留下了一片面积超过四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山系 两座微额的大山在若强的广袤土地上顶出了一道雄浑的轮廓 同时又将若强这片土地自中部一分为二 于是 在两座大山的南北 若强的版图又装下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地理单元 那么辽阔的若强又将装下一片怎样的精彩土地 下一期视频让我们深入这里 发现一个隐藏在巨大轮廓下的山河若强 我们下期视频让我们下期视频